海贼王,索龙获得研磨,用起来比秋水费力。 如今海贼王动画更新到955集,这一集日和用研磨换取索龙的秋水。至于索龙愿不愿意? 思考一阵之后答应了,并且要求日和带他拜祭下龙马的目的,毕竟两人曾交过手,龙马还把秋水给他,算是有恩,拜祭一下也是应该的。 索龙该不该换刀? 对于索龙答应拿秋水换研磨,不少网友却不买账,那么索龙该不该用秋水换研磨呢? 在老白看来应该换,因为秋水是炼成的黑刀,不适合索龙。 这一点可以从牛鬼丸的话里看出来,当时牛鬼丸指责索龙气量小,大战秋水不肯放,并且透露秋水是龙马历次战斗炼成的刀,如果索龙想在未来成就更高,应该选择自己炼成黑刀,而不是拿现成的。 当时索龙也意识到黑刀是如何形成的,应该是使用者在战斗中用霸气不断培养自己的刀,英言也说过所有的刀都能成为黑刀。 而索龙之所以答应换刀,也正是因为如此,因此这次换刀后索龙是不可能再去换回黑刀秋水,那样只会限制他未来的成长,只有培养出属于自己的黑刀,才是真正的强者。 像鹰眼出招从不喊招式名字,或许与他培养的黑刀有很大关系。 索龙尝试研磨。 那么索龙拿秋水换了研磨后感觉如何呢? 在动画956集预告里给出答案,当时索龙也用研磨试刀,效果比预想到要好。 索龙尝试研磨随便砍了一刀,没想到形成了巨大斩击,把一旁的山崖给削掉了,论起攻击力,研磨比起秋水强多了,索龙使用秋水也没看到能砍出那么大的破坏力,因此这次试刀对索龙来讲很满意。 但在试刀的时候也发生了一点意外,那便是研磨会狂吸使用者的霸气,当时索龙手臂都被吸别了,看来这把刀哪怕给日合,他应该也用不了。 一把新刀就如同一匹野马,而这次索龙选的还是上好的野马,对索龙来讲也是一大挑战。 与秋水相比,研磨用起来更为费力,但如果索龙掌握研磨之后,必然会让它提升很大,毕竟这把刀曾经砍伤过凯多,索龙想要对付凯多的话,研磨是必不可少的。 另外研磨与索龙还真有点圆圆,索龙最早获得的刀是,合刀一文字,这是索龙师傅给他的刀,而这把刀的锻造者是双月庚三郎。 说来也瞧索龙这次获得的,研磨,同样是双月庚三郎所锻造,这两把刀都出现在索龙手里,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。 从这一层面来看,索龙在获得研磨之后,绝对不可能去换回秋水的。 大妈与凯多宣布联手 最后说下这一集里大警报消息,那便是大妈与凯多宣布联手,两位四皇结成同盟,一起寻找大秘宝,这无论对海军还是其他四皇来讲都是致命威胁。 关于凯多和大妈这两人,他们曾经就认识,并且还在同一艘海贼船上,而且凯多恶恶魔果实还是大妈给他的,这便是大妈之前说的天大的恩情,至于大妈怎么获得这颗恶魔果实,漫画也没给出交代,或许与洛克斯有关吧。 而身处悬磨中的陆飞目前还在加紧修炼刘英,也只有学会了刘英,攻击才能对凯多有效,而从预告来看,陆飞这次炼成了。 从966集预告来看,这一集将是第二幕最后一集,而接下来将是何之国第三幕,到时将围绕赤翘九霞与草帽团联手一起讨伐凯多。 不过这境况很糟糕,毕竟两位四皇联手,陆飞该怎么打难说啊? 关于海贼王就给大家说到这里,话说你们觉得锁龙换刀如何,该不该拿秋水换研磨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